明天大雨八成機會爛尾 港府強推為了什麼? 香港城舉報之都數字驚人 杜其鋒探擊權與電影 你不做即是你投降 華興CEO失蹤 香港股價暴跌三成 美國議員提法案 關閉香港駐美國經貿辦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18日 星期六 我是May 估算涉及最少5,800億港元的 明一帶與交易州人工度填海計劃 被批評是道淺落海的大白杖工程 最近香港有團體發表研究報告指 全球面積約1,000公頃或以上的填海工程 爛尾比率接近8成 憂慮香港的明一帶雨揮捕外國後塵 促請港府實停計劃 周四 環保團體綠色和平與研究組織 本土研究社發表研究報告 篩選出52個規模和用途 於明一帶雨有可比性的大型填海項目 發現爛尾比率高達77% 本土研究社成員黃蕭紅表示 從愛國例子可見人工度項目失敗率高 爛尾不是個別國家的問題 而是非常普遍 黃蕭紅表示 外國失敗的例子和明一帶雨的條件都很相近 我們不明白政府拿來的信心 覺得明一帶雨可以獨善其身 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 陳可信就在會上應用 政府動用龐大的土地儲備 去興建人工度 根本就是一場勝算極低的賭博 陳可信終止出 多個環保團體多次批評 港府的明一帶雨天海計劃 是歷內追鬼鼠的三無諮詢 缺乏公佈、諮詢、公信力 質疑三大願景變三大危機 團體批評當局以斬件形式 威明一帶雨做環評 有淡化積累的環境影響之嚴 團體又指 北部都會區已經有至少433公頃快速棕地 當中100公頃更是限制土地 政府需優先規劃並善用 釋放大量土地潛力 以協助持續增加房屋供應 無需硬推明日帶雨 有分析指港府硬推明日帶雨 目的自然不是港府說的什麼 解決土地及豬房不足的問題 而是通過這些大白杖工程 向大陸輸血 大家想想這個工程所需的各種材料 來自大陸 承包工程項目的都是中資機構 所以與其說5800億港元倒下海 不如說找藉口送5800億港元給大陸 前提重要是吳豪超之 自由亞洲電台報道港區國安法實施不足3年 但是為國安法設立的舉報熱線 已經收到超過40萬條舉報信息 有評論認為 這組數字 可反映出現在香港社會白色恐怖的嚴重程度 更加恐怖的是 舉報之風相信已經蔓延到海外港人圈子 在14日舉行的香港整體治安情況記者會上 警務處處長蕭澤燃表示 2020年推出國安處舉報熱線後 兩年多時間已經收到超過40萬個舉報信息 去年6月推出反恐舉報熱線 就收到接近1.3萬個信息 香港立法會法律界前議員郭榮鏗就表示 這個數字簡直是匪夷所思 40萬宗舉報 平均每日最少有幾千宗 如果真的有這麼多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為什麼警方無執法呢? 這種舉報只是白色恐怖的一種體驗 香港立法會民主派前議員許智峰就應用 國安舉報熱線應改名為 恐怖熱線 因為40萬的國安舉報 與香港人口對比實在是太得人驚 突然香港白色恐怖和舉報縫棄 不止滲透香港的各個領域和層面 連在海外的港人都有被舉報的機會 許智峰說 這個都是政權的目的 因為已經有很多香港人移居海外 政府就是想用舉報熱線 來認造無形的張力 威脅在海外繼續發聲的人 日前著名導演杜奇峰 在柏林影展記者會上談及電影的意義 他表示當極權出現時 電影首當其衝受到影響 他呼籲全球爭取自由的國家 和人民支持電影 因為電影是為大家發聲的 視頻印封希乾讚嘆 杜奇峰這番話 除了勇氣更需要骨氣 在16日的記者會上 杜奇峰表示 現在的電影我覺得是差了 全球的電影都差了 是我自己看電影的世界好像漸漸消失 他希望情況是暫時的 被問到電影的意義何再是 杜奇峰回應稱 電影永遠是前鋒 是前變 當如果有極權的時候 人民失去自由的時候 電影通常是首當其衝 在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一定是先停了你的文化 而電影文化是直接影響觀眾的 所以獨裁者通常對付的一定是電影 我覺得香港 我想全球爭取自由的國家和人民 他們都要支持電影 因為他是和你發聲的 在後續分享中 杜奇峰認為電影並非用錢來衡量 他說自己拍過幾部電影 投資不到200萬港元 但拍得很開心、很舒服 他認為指電影最重要是 Passion 及 Vision 若果缺乏這兩個要素 就算打本給100億你 你沒有就是沒有 對於今次杜奇峰一針見血的言論 視頻印鳳希乾表示 電影和人民自由息息相關 杜奇峰講過一番話 與其講需要勇氣更需要的是骨氣 他補充稱 早在1951年首屆柏林影展開幕式 標語就是展示自由世界的儲槍 因此杜奇峰在這個場合 談擊權和自由 不僅呼應了今屆大會主題 都很符合影展的歷史物樂 國安法實施後的2021年3月 杜奇峰曾經在節目上坦現 無形的界線必然會有 還會一鋪比一鋪更大挑戰 作為創作人 他形容自己好像橡皮塞拿 禁忌不死 他表示創作可以很靈活 問題在於內容是你要講 還是別人要你說 自己要去衡量 我鼓勵小朋友一定要做下去 你不做即是你頭看 談及香港近兩年變化 對香港前路無希望 他說在這個時代中 更加厚厭我們的印力 在電影圈年輕一代 你們有時間和衝動 做你們的任務 他還強調香港人只要有信念 縱使未能達成目標 但是終歸是對自己一個交代 中國民企華興資本創始人 兼CEO爆發失蹤 其公司的股票2月17日 在香港暴跌了三成 據大陸財新網報道 資本周初以來 包凡一直失亂 發生社17日引述 華興資本的聲明說 包凡的失亂似乎 與該公司的業務 或挖溫營無關 這些業務正在正常進行 包凡出生於1970年 是中國科技界的知名人士 他的公司華興資本 在周四晚一點時表示 無法聯繫到包凡 華興資本控股 是一家中國大型民營投資銀行 專門重施科技企業的投資拼購 包凡今次的失蹤 導致其公司的股票 在香港暴跌了三成 發生社說 這起失蹤事件讓人聯想到 加拿大華裔夫號 肖健華 肖健華於2017年 在香港一家酒店失蹤 據媒體報道 肖健華報稱與中共最高領導人關係密切 他被北京特工綁架 在被捕時 肖健華是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 估計擁有60億美元的財富 去年 這位前商人因詐騙罪被判處 十新年有期套映 2019年香港經貿辦 曾經作為衰黑 右衰美國國會取消支持香港的兩國法案 日前美國議員重新提出一項法案 要求關閉 由中共在背後操控的香港駐美國經貿辦 經貿辦全稱經濟貿易辦事處 屬於商經局核下機構 目前香港在海外設有14個經貿辦負責促進香港經貿利益 以及支援海外企業在香港拓展業務 2021年本港英文媒體HKFP翻查美國司法部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數據附文件 發現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投票一週前 即是2019年9月12日 香港駐美國經貿辦專員麥德偉 司徒游說市任議員對該法案投下反對票 報導指港府在2014至2020年期間 向美國的遊說公司支付至少8400萬港元 而諸美經貿辦在其中充當垂下角色 更有心者 經貿辦還利用外交豁免權進行大外宣工作 尤其在今年經貿辦配合港府說好香港故事開展維穩活動 引起在美港人不滿及抗議 2月16日美國參議員魯比奧辦公室發表聲明指 香港經貿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駐美國的官方代表處 享有一系列外交特權 美國授予特權的前提是香港不受中共操控 但國安法後這一情況發生了改變 而香港經貿辦都已經成為中共後師 用來掩蓋同盟護旗長期侵犯人權私信 因此魯比奧和民主黨籍參議院 默克利再次提出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 美國將重新審視香港經貿辦的角色 魯比奧表示 隨著北京當局繼續破壞香港的民主和自治 如果香港經貿辦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權 美國方面必須確保其得權都將被取消 默克利指經貿辦原本應幫助香港就經濟交往等事務 與美國政府溝通 現在卻成為北京的工具 眾議院共和黨籍議員史密斯 和民主黨籍議員麥過敏 將會在眾議院重新提出陪圖法案 史密斯表示 經貿辦已成為中共的前哨 協助習近平握殺香港人權 撕毀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 一國兩制已亡 因此美國法律必須更新以反映這一現實 麥過敏指 美國國會授予香港外交機構的地位 以承認其自治地位 但如果北京將香港作為大陸城市對待 這樣香港政府則不會再享有這些外交利益 如果法案獲得通過 將要求美國總統在頒布後的30天內 認證是否值得延長香港駐美經貿辦的外交特權 如果美國總統認為香港經貿辦不可以再享有外交豁免 駐美經貿辦必須在6個月內終止其運作 在玫瑟市中央測下機構的世界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